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可爱的泡泡 这两年呢我已经用过好几个懒人清洁神器了 比如能边吸边拖的拖把 扫拖一体自动上下水的机器人 还有各种吸力的吸尘器等等 今天呢终于轮到我了 热度一尺很高的洗滴机 我可是用上了 这次呢我搞来了两款都是追密的洗滴机 M13和H13 其实去年应该有不少的小伙伴在观望M13 哎那现在就多了一个选择 H13新款上市 如果家里边呢不需要用到吸尘器的 可以考虑H13 其实他们两个用的是同一套系统 M13呢会多了一些拓展的功能 简单理解就是H13是M13的单机版机房 如果你还在纠结 那么这期视频可以继续看下去啦 相信看完就知道该买哪一台了 从外观上来看 M13和H13其实大差不差 都是双滚刷的设计 机座呢也长得差不多 有一次啊我去给清水箱装水 回来之后直接给我整蒙了 我分不清楚哪一台是哪一台 你确定这不是都长一样 先说一下差别啊 首先按键设计上呢有那么一嘟嘟的不同 然后呢这个握把上面的弧度也不太一样 还有显示屏的这个功能也不太一样 为了实现这些功能啊 M13的主机是可以拆卸的 按住按钮就可以轻轻松松拆下来 主机呢可以拓展成其他各种吸尘的工具 说完外观我们再来看一看 M13和H13洗地的效果吧 我绞尽脑汁思来想去啊 终于想到平时啥时候最容易产生垃圾呢 譬如我们在追韩剧的时候 那我就总喜欢磕个瓜子 吃饱薯片什么的 那很有可能就会掉一地的瓜子壳和薯片碎 哦还有还有像我这种头发浓密的靓女来讲啊 其实每天最烦的除了洗不洗头发之外呢 还掉一地的头发 我们现在就来模拟一下 上面的垃圾呢放在一起 M13和H13能不能一次性的全部解决掉呢 基本上一轮过 而且几乎所有的垃圾都被吸进去了 没有缠绕滚刷的情况 其实刚拿到这两款洗地机的时候 我还挺喜欢用它们来吸墙角的灰尘的 你们知道扫地机器人就很容易漏掉这种盲区的 M13和H13就没有这个问题 都用了贴边的设计 轻轻松松就能够吸掉灰尘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干垃圾 那湿垃圾它们的表现又如何呢 这个时候又到了解笔本泡泡撕生活十大高血压的场景了 第一呢是从冰箱拿出来的可量 我打开之前我也不知道它经历过了风霜洗礼啊 不仅见了我一身 还给地板上落下了快乐的印记 第二平常吃外卖的时候 那外卖盒放在桌边啊 人不小心走过打洒了 再一脚踹下去 这个印记真的处理起来也是挺麻烦的 再比如简单倒个茶叶渣 你总会弄那么一半在外边 还有就是日常投掷垃圾桶失败 比方说这垃圾桶明明就在脚边 你这鸡蛋壳你就是扔不中 说多了都是累 还是来看看M13和H13能不能轻松搞定这些垃圾 得益于双滚刷的设计啊 无论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 基本上一遍过都没啥问题啊 也没有出现头发缠绕啊 推着垃圾走的情况 多一个刷子能实现的效果确实也会更好 其实刚刚那些测试下来 我觉得处理干垃圾一般的吸尘器 其实都能做得到 而洗地机呢 是特别适合处理湿垃圾的 但是厨房和客厅的湿垃圾出现的次数也不多啊 得处理的这个面积呢也不大 对于洗地机来说呢 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哎 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啊 能够经常产生湿垃圾的 因为清理的难度大 所以往往成为了清理的盲区 那就是我的浴室啦 每次洗完澡 然后呢就得先清理浴室地板上的头发 再清理大面积的水质 真的非常的头痛 这时候用M13和H13清理呢 效率就会快很多 可以看到啊 有了洗地机之后呢 打理也不仅提速了 而且非常的轻松 以往的洗地机啊 会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啊 像M13 H13这次就很好的解决掉了 就像是清洁问题啊 之前老听别人吐槽 以往的洗地机工作完 这个滚刷里面 会经常缠绕一堆的头发 清理起来呢 真的让人很抓狂 不如直接拿个扫把来扫 现在M13和H13都采用了 双向的防缠绕自清洁设计 我使用后基本上是没有怎么看到 滚刷会缠头发的现象 再配合上99.9%的电解水除菌 再加上先离心甩干 再热风烘干啊 这样子就能够解决洗地机自清洁的大部分问题了 第二个噪音问题啊 超大功率的电器还是得照顾到邻居的感受嘛 以前邻居用洗地机的时候啊 主机产生的噪音过于强烈 给我都造成了精神污染了 现在再来测试一下M13和H13的噪音 工作状态下啊 我的Apple Watch显示的分贝呢 是60左右 属于正常的噪音范围 这下可就温柔多了嘛 还有续航的问题啊 像是我这种没有big health的啊 可能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屏幕前的各位 肯定有加注别演的嘛 那续航问题呢 就肯定得考虑进去 M13和H13呢 都是5000毫安时的电池啊 电量肯定是不用怎么焦虑的嘛 至于清水箱的容量是900毫升的 那清理一层的别演呢 应该也没啥问题 最后啊 是用起来费不费劲的问题啊 M13和H13呢 采用的都是前后双驱的设计啊 往前往后啊 都有一个推力 像我这种热女子 只需要姿势正确 用起来呢 还是蛮轻松的 最后来做个总结 经过测试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M13和H13 在清洁效果上是不分伯种的 毕竟用的都是一套方案 在我用过洗涤机之后呢 我真的觉得洗涤机 其实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的智商税 起码在处理湿垃圾的时候 洗涤机是真的能够做到 优雅又轻松 像M13和H13 把自清洁 续航等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当然啦 有人会吐槽 他没有故意分离 这怎么讲呢 故意分离的机子啊 得一次清理两个箱子 而且污水箱也是会有毛发 和脏污残留的问题 得洗两次 而Dreamy的一体式污水箱呢 一次就能把干湿垃圾给倒掉了 当然也同样会有脏污残留的问题啊 但只需要清洁一个箱子 总的来说啊 各有利弊吧 我也非常好奇 这个洗涤机行业 什么时候可以把二次清理的问题 给很好的解决掉 至于M13和H13相差500块钱左右 哪个更值得购买呢 那其实我自己会比较推荐M13 毕竟拓展性更强 可以吸尘 也可以除满 还可以变成长扁刷 相当于同时入手了 一台洗涤机和一台吸尘器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真正的全部我都要 难怪不得没有 看尽力的 我可以做个碎